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天津海军大圈体育馆观看 前线2015年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今天将是我们天津博士龙俱乐部队主场迎战 上海龙鹏俱乐部队 现在开赛仪式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有请台湾员入场 三人本场比赛 比赛监督的是来自中国拼协官员张晓鹏先生 裁判员是来自山东的国际级裁判王秀娃 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国际级裁判于海青 下面我们有请今天比赛的课队上海龙鹏俱乐部队入场 他们是教练员张扬 运动员许心 上坤 赵紫豪 陈志良 这边我们有请今天的主队 天津博士龙俱乐部队入场 他们是教练员 巴文卓 运动员 魏氏豪 运动员 运动员 刘益胜 还有我们的 马头 下一位是我们的 庄志权 请前提起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伯格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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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就座 开赛仪式 告辞结束 请裁判员 教练员 运动员 推厂 准备比赛 再次向现场的已经到场的观众 表示热烈的欢迎 特别是今天还有统一着装的一个方阵 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 给自己点掌声 再次提醒已经到现场的所有观众文料 务必将您的手机和照相机的闪光灯关掉 以免影响运动员的比赛 当运动员做出挖球动作 直至这一维和结束 这段期间内请保持在场安静 谢谢您的配合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第四人的比赛 由天津博士农俱乐部 推战上海的红红俱乐部 那么今天呢很荣幸 为您请到了天津乒乓球队的队员李济南 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两轮的比赛 咱们的主场比赛中啊 天津队是一胜一负 其实这个成绩还算不错啊 每一个队员其实都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么今天的 在我们主场的第三场比赛中 希望我们天津队可以继续保持 我们自己的这个积极的作战状态 继续继续发挥我们主场的优势 那么接下来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对战形式 第一场由天津的马特对战上海的尚昆 第二场由天津的卫士号对战上海的许欣 第三场由天津的卫士号张志渊 对战上海的赵紫豪尚昆 第四场由天津的马特对战上海的许欣 第五场由天津的刘丁硕 对战上海的赵紫豪 好那么济南经过上面一个简短的介绍 我们知道今天的一个大概的对战形式 以及结合我们这两个队啊 上海队和我们天津队整体的一个实力 请你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赛前分析 好的 这场比赛对战上海 我觉得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相对对咱们主场来讲 像属于势均力敌吧 应该是互相上下的 但是毕竟上海队拥有一个世界很 在世界上很有名 而且是属于世界非常顶先的徐欣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今天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对阵徐欣的那个年轻的队员呢 我觉得还是要今天放手一波 去尽情的发挥吧 我觉得才会有机会 我觉得今天上海队整体的排阵还算正常 基本上每场 他们尚坤也是在挂队 很多年的一名运动员了 所以整体发挥 整体的排阵就是和他们之前比赛的排阵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我觉得咱们天津队今天 马特依然还是出现在一单的位置 打南单的两场单打 然后今天有一个变化 就是把卫士号这名小将呢 达到了第二场单打这场比赛 然后也看一看卫士号 今天和徐欣的这种对抗 能发挥的怎么样 整体剩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还是在比赛当中去看吧 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会比较精彩 好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好 那么我们的比赛现在是已经开始由马特罚球 现在为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场上两名队员的情况 天津队的马特出生于94年1月 打法是右手横满销球 主要成绩在2012年青年锦标赛南单冠军 2013年东亚运动会南团冠军 上海队的尚坤出生于90年11月 打法是左手横满胡圈结合快攻打法 主要成绩2013年全运会南团亚军 2014年全国锦标赛南团冠军 明镇有人去珍leri 你好 and you can help Grafter 这是第一场比赛 sfs 诚aciones Tack 这按ế很 weakness 苹佑 参加 葵 好 amente 続 浅 回 get 今 我 我们马克是一名烧球的营萌员 上昆市民横板的 那么对于而且实力 这个不相上下两个人 差不多这样一个状态来说 你觉得他们两个应该 谁赢的几率比较大 也会说马克如果在资产作战的话 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 双方目前那几个球来看 这种状态都比较快 投入的都比较快 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双方都非常了解 所以说都 这种发挥要赛前景准备都比较充足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马票来讲 还是要 不要太过于的去 追求一榜的这种 正常的这种打法和发挥 我觉得在战术上还是要有一些变化 毕竟是组长要靠这种 气势各个方面 要比对方更加的先发之人 我觉得 他目前三比三平 所以马克来讲 其实对于尚昆这种选手 相对来讲 是他整体这些运动员 所有包括在内相对比较愿意去面对的一个选择 因为尚昆属于这种综合实力比较强 比较全面的一个 但是正手这种进攻能力呢 不是非常强 所以在马特销 他攻的这种过程当中 显得马特就不是很被动 所以这种机会会多一些 马特也心态稳定 也会感应于多追求一些变化 对 这是一个运气球 比我两个人的这个 也是刚开始分不出来 高下一个比分小的分景 我觉得马特还是不要现在销得太狠了 我觉得还是稳一些 毕竟尚昆的这种 争手的这种 不是特别突出 不是特别超强这种能力 我觉得不用特别着急的去销出特别高质量的球 你看让自己的五位输入也会增多 我觉得还是先稳定住了 先把球控制住了 再球发力 也不可能是 是刚刚说的稳定住 太着急 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重视 对 这种失眠 对 就是 对 好 谢谢 好 打比六 现在上坤目前是两千两分 这真的是一个相当运气球啊 踏了一边 看看马克这两个这个发出局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马特就是要在销的时候要稳固一些 销得更稳一点 不要太凶了 但是出现机会的时候 还是要果断去选择转功的 嗯 我觉得马特就是要在销的时候要稳固一些 然后马特就追上来 其实给上坤跟他那把拉的时间挺长 然后给他一个其实有一点压力 上坤还是比较胶着的 对 有些可惜也是学习人一样 他就销得很稳了 对 已经控制住节奏了 明显感觉上坤已经很被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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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的质量已经在下降了 10比9啊 就到一赛点 看一看 这颗球怎么样 这颗球 这颗球是整体结构控制的很好 嗯 对方的质量不是那么高 自己压力不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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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一个环球失误 这球马特尔也是有了一些变化 这球很明显发了一个比较长的球 对方也没有准备一搓下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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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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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稳些 现在不要太着急 11比11现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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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时候这个板数越多的时候就 树立越高 因为反正马特效率很转 对方拉过来旋转会更转 所以就质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嗯 有点可惜着急了 对对对 13比11啊 马特啊是很近的一个比分丢到了第一局比赛 不过其实在第一局看来马特其实已经发挥的也很不错了 其实再多多一些变换 以及一些对方意想不到的想法的话也许 其实获胜几率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第一局也不要有做气馁 所以说继续调整一下自己继续努力 对 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他第二局的 有很大机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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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了解在一个这种球的质量几乎差不太多 所以所以会选的比较多 很明显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靠了上一场前庭主场的话 很明显做一个对比的话 就是上一场马特对阵张继科的时候 和今天对阵上坤的这种球风球路和转移球 关注来都不一样 就是当对手这种质量非常高的时候 确实马特这种困难就非常大 就是他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然后面对这种相对质量较低一点的这种运动员呢 所以他总能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然后自己发挥的空间也会比较大 有些自己的想法可以很好的运用出来 1比2目前是双分领先1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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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太多 还是有一分一分地去打 就让第一局的开始保持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一局不一定是会赢是会输 对 对 刘宝是个比尔 目前尚昆是四分领向 一个分数比较大 马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 难以路上 他有点凯恩 他有点凯恩 林伦有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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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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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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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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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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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今天天灵队人做了一个调整 让这一名年轻人队员去上来和许欣拼一拼 我觉得实力差距肯定不容置疑 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毕竟在一组场 我觉得为什么还是应该不要拘束吧 放手去一拼 毕竟许欣对他应该也不是很了解 毕竟这一名二队新上来的一名队员 许欣平时可能对他们的关注 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看看比赛发挥怎么样吧 所以许欣我觉得 非常漂亮的穿越 我觉得许欣比较正常发挥出他的水平 我觉得就可以拿下比赛 那其实在场上一看来 现在微笑面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感觉 对对对 完全被许欣在控制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放手一搏吧 谁知道前面是狼是虎 也没有那么多可以顾虑的 又不是说水平差不多 毕竟差距在这摆的 对 那么长比分是5比2啊 许欣 正上来现在反超三分 感觉现在许欣打的是毫不费力 维持好净 有一些人逐渐在进入状态 对对对 你要说 端不及防 因为许欣任队员 从个人角度来讲 相对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我们私底下关系也非常好 在一起也认识了十多年了 然后也是一路看他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吧 最起码也在中国平方球队能进入主力层 这种前三的这种位置 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了好好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大对手 没有任何需要去顾虑的方向去活动 其实给对方都制造一些无谓的失误 也是给产生的好办法 有时这种场上的自信那种气场很明显就不一样 我觉得为了好几天就算输掉比赛也要让比赛变得精彩 精彩起来 也不能说很随便就这样学习获得胜利 最起码是用个权利 这种球就明显这种大将风范 就是关键球应该7比3领先实现 连续输了两个在7比5的时候 就很明显对这种比赛的一种把控 很明显做了一个调整 很积极地采取了一个进攻 比赛一下又变成8比5了 就是这种关键球的把握这种大将风范 确实是不一样 最后比赛到了一个赛点了 可能对小杉梁更是一个心理压力了 放手不过 还是那句话 我跟 Authy还是学生 还是Once by hand 但是持续比六啊 还是让许�很轻松 拉下第一局 这也是实力和能力 综合能力都一定的差距 的确是有一些差距 的确是有一些差距 不过 小将可能也很少对战 这样大将的机会 有一些心理上的 lots 但是放手搏吧 因为对于这种小将来讲 对面里的许心就相当于 既是自己的诗歌 也相对于 也是自己的奋斗目标 所以说这种心态 这种确实是压力会很大 第二局比赛开始由许晋发球 明显这种小架有些慌张 有机会球有时候都抓不住 一些无畏的策略 欢迎 我觉得这种小架 一样就是在这种比赛这种联赛当中 遇到这样的对手 遇到许晋升级的顶尖的选手 一定要这种细节的把握 控制特别注定这种 你看已经有很多的球 这个这个位置号的发球都出台了 直接会让对手去抢攻了 一向就很被动 这种细节一定要控制 发球轻易的不要去出台 就是害怕看到 就是这场比赛其实输 咱们不怕输 毕竟有实力也差 对对对对 怕的就是像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自己的水平 一打本来实力就在对方之下 然后还不能自常发挥 自己的发挥还不是那么的正常 更没有办法去和对方 对对对 对对对 原来黄章自己的一些无畏失误 给自己造成的 就是自己已经没有了 有几个失误以后 对 就是黄章的其实 他用手去接球 因为你出现黄章 你的人状态不够积极不够好的话 你让对方本来就在你实力之上 他会打得更宝宠 他其实就很随意了 已经拿了 你已经给他制造不了 任何压力了 他的水平就会更加的展现出来 其实可能还是去少锻炼吧 多跟这些大将去练一练 对自己经验的一些提升 也是咱们的旁观者的现在一种看法 但他在场上的确是处理不过来 2比8现在是6分 后卫10号 她们 得很好的 EarOUL 真是 能从码难的局面中走出来 能从码难的局面中走出来 很高兴 贝 At salute 贝 At 贝 At 帝 at 独队 第ast 全是 contributor 这次的比赛 其实没有关系 毕竟小将 其实已经是第三局了 就放手搏一下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 就是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 看一看为什么能不能有所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局开始 由卫十号发球 谢谢 谢谢 希望维持好能借着许欣 精神上的有一些放松 对对对 抓住一些机会吧 还是要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水平 又是一个发球出台 直接让对方伤口 这种球 根本都没打到自己的技术什么 都根本提不到 直接发球出台被对方抢攻 就已经输掉这个球了 其实能感觉到我们这种年轻的小匠 真的需要 还需要几年的磨练 才能跟这种世界顶线的选手去考考 这些都遇到一些大将去找经验的场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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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未至好只有 我觉得从第一局开始 就应该拿出来这样的状态和形态 对对对 只能反而出来这样的水平 才有机会就赞成这种 5比2现在已经3分领先了 而且许欣现在 其实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就是完全有希望 看看你怎么打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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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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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名字以为 天忌兑一带来的方法 天忌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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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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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加鉴 till the 12th of the year 我们就会这篇招待 整个笔法 我们要找一只对 我们要解释的 我们要解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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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乎 整个比达 问题 这就带来 整个真正地 有特伯 有特伯 一样 整个计算 操作 6比6评 比分追评 很明显张志渊还是属于的厂商能力 显得比较强的 对 比较强的 双方显得5比15多还是比较多 对 很多 尤其是两名赵子豪和韦思豪两名小一样 其实好像都是两名老姓 怎么会搬分 让他跟小姓在丢分 是 马之导叫了一个三平的 那个我三大比赛现在这种三八两上的 第一局的尤其达到这个比赛了 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很想把第一局比赛先拿下来 比分 大比分落后 现在追上来 然后现在又被返潮一钻 其实比分差距现在并不是很大 看就是拼了两个人的激战术 配合了 看看暂停之后 其实天津队获胜的这个优势还是蛮大的 毕竟装志员这名老将一直在 把控着潮上这个局势 好 比赛开始 下一个开始 好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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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跳舞 跳舞 是 第五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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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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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